大家好,我是QB老师 在这段影片,我们先来介绍可能是Unreal Engine角色动画系统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指令 就是Retarget,重新指定目标 这个指令的用途是把一段动作档转换给使用不同骨架的角色来使用 而这个指令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在Unreal Engine里面 角色的动作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动作捕捉 而不是利用建立关键格这样的表演方式 这些动作要么来自于购买的动作资料库 或是来自于捕捉演员的表演 总之,这些动作原始绑定的骨架 几乎都不可能是我们的角色模型正在使用的骨架 所以一定要经过Retarget重新绑定这个动作 来产生出一个绑定在我们的角色骨架上面的动作档 才能够顺利的播放动作 Retarget的操作在Unreal Engine 5的做法跟Unreal Engine 4有很大的不同 而这正是我们为什么要先介绍Retarget的另一个原因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Retarget在Unreal Engine 4是如何进行的 当我们要转换像画面上这样子的一段动作之前 我们要先对它的骨架以及目标的骨架做一些准备的动作 这里我使用的动作来源是来自于EctorCoreSampleMotions 这一个免费资源包 而Retarget的目标则是ParegonSynbee这一个免费角色 在开始做Retarget之前 我们要先确认来源以及目标这两个骨架 它们的站立姿势是完全一样的 这部分我在后面会做更详细的说明 接着我们在来源角色的骨架视窗这边 先切换到RetargetManager 重定目标管理这个标签 那在这个标签的中间这里 我们看到Select Rig这一项 要把它选到Humanoid人型骨架 那选好之后呢 稍微注意一下底下这边 是不是会出现像这样子的一个来源目标的对照表 万一没有出现的话 通常是按下Automap就会出现了 那接着我们就切换到目标角色的骨架 那视窗 那也是做一模一样的事情 那在这里我们看到 虚比的Select Rig这边是一个不同的名称 那我们就把它选到Select Humanoid Rig这一项 那选了之后这里会出现一个提示讯息 告诉我们这个骨架必须存档 那我们就按下存档 那这样子这边的准备动作差不多就是完成了 接着我们就在Content Browser底下对Aerobic Dance有氧舞蹈这个动作来进行Retarget 那我们在这个动作档按下滑鼠右键之后 在靠上面的地方就会看到Retarget Animation Assets 然后我们再选到后面的这个复制Animation Assets以及Retarget这个指令 选择它之后呢 那在左手边的这个框框里面 会列出所有跟它的来源骨架相融的骨架 这里所谓的相融 就是我们在这个地方有选择变成是Humanoid 那这样子他们彼此就是相融 抱歉应该是这边 那虚比的骨架就会跟它相融 那在Content Browser这里我们选择这个动作的时候 那虚比Skeleton就会被列出来 所以我们选择了虚比之后 那在Folder这个地方选择我们要把转换之后的Animation Sequence存到什么地方 那这里为了方便我就直接把它放在Content底下 那所以我按下OK之后 然后再按下Retarget 基本上其他的参数几乎都不需要做任何的修改 我们就可以直接按下Retarget了 那这样子完成转换之后 它就会在我们指定的资料夹 复制有氧舞蹈这个动作档 而这个动作档如果我们打开的话 那就可以看到是虚比在跳舞 那这里大家可以注意到这个股价会产生一些很奇怪的扭曲 那这个部分我们在后面会再做解释 因为前面这边我会先解释说 在Unreal Engine 5跟前面所介绍的这个Unreal Engine 4的这个操作方式 有一些什么样不同的地方 转换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先把很多个档案同时选起来 同时进行Retarget 那甚至像是比如说Animation Blueprint这种样子的档案 它里面可能会参考到的其他档案 那我只要转换这个Animation Blueprint的同时 Retarget这个指令 就会帮我们把其他的档案也一起都做转换了 所以其实是非常方便的 不过当我们在Unreal Engine 5 想要用同样方法来做Retarget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在股价视窗这边 根本找不到Retarget Manager这个按钮 那最接近的只有Retarget Sources 重定目标来源 而在这个标签底下也找不到 像在Unreal Engine 4里面的Select Rig这个选项 那原因就是因为Unreal Engine 5 虽然仍然保留了Retarget这个动作 但是它的操作方式跟Unreal Engine 5 有非常大的差异 那这个动作流程稍微有点复杂 但是在介绍这个流程之前 我们先来介绍 另外一个更简单的做法 这个做法叫做相容骨架 Compatible Skeletons 举例来说如果新币想要能够播放 有氧舞蹈 首先我们就在内容抽屉这边 找到新币找到新币 那这里我们看到我已经打开了 它所在的资料夹 那我们直接打开新币的股价 然后在Windows选单 找到Asset Details 资产细节这个标签 那在标签的第一项 就是Compatible Skeletons 我们看到它这里 股价后面有一个S是负数 那这里我们可以记录 新币它可以跟哪一些股价相容 那相容的股价就代表 新币可以直接使用 那个股价所产生的动作 那所以我们在这里呢 就先按下这个地方的加号 这里会是一个所谓的正例 也就是说它可以有很多 很多个不同的元素 我们每按一次加号 就会多一个元素出来 那现在按了加号 我们有第一个元素 那在选单这边 我们看到之前有氧舞蹈的股价 是叫做Dummy Female 这个虚的女性 那所以我们就直接选到这里的 Dummy Female Skeleton 那这个股价对于新币而言 就是相容的了 所以新币就可以使用这个股价底下的所有动作 那我们可以在Preview Animation 预览的动作 这个选单 往下拉的时候 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找到 Aerobic Aerobic Dance 那所以选择这一项 那大家就看到它开始跳了 那这里的预览动画 我们想要把它关掉的话 那在Preview Controller这边 再选回到Default 这个预览就结束了 相容股价可以使用在虚幻商城里面 绝大部分的动作和角色 那也包括Meta Human 所以比如说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Unreal Engine Fan的Mannequin 以及我在Meta Human里面所创建的角色 那他们都可以透过相容股价来使用 有氧舞蹈的一个动作 那什么样的股价可以使 就是相容的股价呢 那只要股价的命名方式 是符合Mannequin里面的股价命名方式 那它基本上就是可以是相容股价 所以比如说我们看到 薰比的这个股价的命名方式 就跟Mannequin的股价命名方式是一样的 那Unreal Engine Fan的Mannequin 它在脊椎的部分 有五根 然后Unreal Engine Fan的是有三根 那还有像薰比的话 它在胸部的部分有额外的股价 那但是除此之外 其他的部分 他们的股价命名 其实都是一样的 所以他们像这样子的情况 就是相容股价 那什么样的情况 就是不相容的呢 那这里我举一个例子 这个是我用Leroy Studio Leroy Studio所创建的这种漫画学生服的角色 那Leroy Studio之后的影片我会再跟大家做介绍 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股价的部分的命名方式 那就跟Mannequin的命名方式是不一样的 那所以当它使用这种相容股价的方式的时候 虽然我们仍然可以在这边选取这个股价 Tummy Female这个股价 那但是当我们要播放有氧舞蹈这个动作的时候呢 那我们就看到这个动作事实上并没有被转过来 只有Root的位移的部分是有转移过来的 那所以像这样子的角色 我们就必须用真正的retarget的方式 才能够把这个动作转过来 不过在我们介绍NJ5新的retarget的方式之前呢 那我们先回过头来 再来解决一下股价扭曲的这个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心臂在跳有氧舞蹈的时候 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膝盖的部分 应该是说整个脚很多的部分 都有很明显的不正常的扭曲 手的部分 在手肘的地方也是会产生这些扭曲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解释这些情况 是怎么发生的 那我们要怎么去修正它 这种情况的发生 是因为每一个角色的身高 还有手脚长短可能都不一样 比如说在画面里面 薰比的身高就明显的比另外两个 Queen的角色要来得高 那除此之外 他们站立的姿势也是会造成影响 比如说薰比就站得比较直 两脚比较合拢而另外两个角色 他的脚就站得比较开一点 另外画面上现在这个动作我们称作参考姿势 reference pose 那这个姿势是所有我们要做动作捕捉的起点 相当于是坐标系的原点一样 那所有的这些位移旋转等等 都是以这个姿势为参考点 那如果我们现在赋予它任何一个动作的时候 比如说就是流氧舞蹈这样子的动作 好那这里我们就看到原本身高不一样的两个角色 在赋予动作之后两个角色 基本上是被压缩到一样的身高 然后每一段肢体的长度 似乎也可以看得出来是一样的 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做retargeting的时候 如果你只是把原始的这个角色的这些动作数据 直接颁给新的角色去用的话 那就会造成这样子的情况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怎么样去做调整 调整的时候我们只需要调整目标角色的骨架就可以了 来源角色的骨架那边是不相干的 那首先呢我们在骨架视窗这边的Skeleton Tree 这个标签底下呢 在旁边齿轮这里按下去 先选择Show Retargeting Options 显示重递目标的这些选项 那显示之后我们就会看到在每一根骨头 每一根骨架的后面会出现100Animation这样子的质量 那每一个按下去之后会有五个不同的选项 那我们要修改的时候就是调整这五个选项 那第一个Animation的话是代表说在目标角色的 这一根骨架这边的数据呢 是直接照搬原本来源来源角色里面的数据搬过来用就可以了 这个称作Animation 那Skeleton的话是代表说要以这个目标角色的骨架为主 那Animation Scale的话 它基本上跟Animation这边是一样 那但是它会做一个等比例的放大 依照来源跟目标角色之间那一根骨架的一个长短的比例来做调整 那通常90%以上的情况呢 这里的调整方式都是几乎一样的 就是首先除了Root跟Pelvis 就是我们的骨盆 除了这两根骨架之外 其他的骨架全部都以目标角色这边为主 也就是把它们通通调整成Skeleton 那在这里因为我们的骨架数目不少 一个一个去选择 其实挺啰嗦的 所以通常我们就是先从Root Root就是我们这个角色接触地面 就是两脚中间的这个位置开始 我们先按下滑鼠右键之后 选择第一个选项 用地规的方式把所有的骨架都设成Skeleton 这个选项 所以选择这一项之后 就因为我们知道骨架本身是一个所谓的树状结构 那Recursive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从树根 从树的最上层一路的往下搜索 所有可以搜索得到的骨架 然后做改变 这个动作我们就称作是一种 Recursivity 地规的动作 好那这样子我们一个动作就把所有的骨架 这边的这个Translation Retargeting就是位移的这个重定目标 这个项目全部通通都改成Skeleton 然后再把骨盆这个位置改成Animation Scale的 那最后是Root这个位置改成Animation 好那这样子的改法就已经可以涵盖绝大部分的情况了 好所以像现在我这样子改过之后 那我再PreviewAnimation这边 再让它再跳一次舞 好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 从侧面来看的话 它的脚啊等等这些部分 就已经没有刚刚那个严重扭曲的情况 那但是从正面看的时候 我们还是会觉得它两脚可能夹得太紧 那这个夹得太紧的情况 就是因为他们参考姿质上的差异 那导致于 我们看一下这个行笔 它在 这个动作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当他们在跳有氧舞蹈的时候 一开始同样的动作 那脚的位置就已经不对了 那所以要解决这样子的问题 当然其实最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在建模 一开始建模的时候 应该他们的姿势要是一致的 但这个其实会有一些难度 因为并不知道每一个人建模的习惯 那这段影片 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之后再来解释 就是说怎么样用另外一个 我们称作Post Asset 知识资产 这样子的一种档案形式呢 来调整 角色的参考姿势 那这样子 每一个角色的参考姿势 越接近 那再加上我们刚刚所讲的 那个设定的部分 那动作转换之后 就越是没有问题 那虽然还是可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误杂 那那些小的误杂的部分 又可以再用我们在更之后 会介绍的这种调整关键格的方式 再去对一些特定的股价 再做修正 那这段影片我们就暂时先介绍到这边 下一段影片我们再来介绍 在Android Engine 5里面 完整的 Retargeting是怎么样进行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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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